早安书店 各位听众您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早安书店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要跟您介绍 这个月的旅读中国杂志 这个九月份 大概都是很多学校开学的日子 这一期的旅读中国杂志 带我们来到山东 讲到了山东 大家也许就想到 这是孔子的故乡 也跟我们做学问 是有的很大的关系 而这一期的旅读中国杂志 哎呀呀 好特殊的一个编排 待会我们请我们的受访者来告诉您 来跟您介绍一下 这个月是旅读中国杂志的资深企划主编 邝介文 要接受我们的访问 介文 你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 是 谢谢介文 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这一期的杂志 我们来到了山东 山东 算是我很亲切的地方 怎么回事呢 对这个之前 这个我记得你们介绍过青岛 是 那么我爸爸呢 在年轻的时候 是在青岛当海军 对 所以他曾经 因为青岛这个主题也是我做的 对 上次有跟夏大哥聊到这件事 于是乎呢 我们就对这个山东 对青岛 有一份很熟悉又亲切的感觉 那么这一次 哎呀 很棒哦 你们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切入 这个梗我想留给你来说好了 嗯 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怎么样来呈现的呢 对 其实呢 大家想到去山东旅游呢 都打着一山一水一圣人的名号 嗯 所谓的一山呢 那就是登泰山 嗯 一水呢 就是一方面可能是济南的暴徒泉 大明湖 也有可能呢 是青岛的海边 或者它的啤酒 嗯 那另外呢圣人的部分呢 当然是孔子了 嗯 对 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从大学各个科系的角度切入 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因为其实孔子当初啊 他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补习班老师 对 那所以呢 他教的内容呢 其实并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这么八股 完全就是四书五经啊 然后念一些论语等等 嗯 其实呢 他也教了学生很多艺能课程 是 例如说他教学生射箭 嗯 对 或者怎么驾马车 嗯 或者是音乐算术等等 嗯 所以呢 这就是所谓的六义 里乐 里乐色域输输 里乐色域输输 嗯 对 所以呢 其实我就觉得哇 当初孔子开的这个所谓的补习班 哦 好像我们现在的大学一样 有分了好多个种科系 嗯 今天呢 就分了好多个科系 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然后让大家认识去乎这个地方 哦 哦 所以屈腹是这一期杂志的重点 是 哦 哎 怎么去带大家来屈腹看呢 对 其实呢 屈腹最主要的你就一定要去三个地方 嗯 那不晓得大家国中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有背一些论语的片段 嗯 那有一个我相信大家一定记忆非常深刻 叫生士之以礼 死 记之以礼 藏之以礼 嗯 这句话应该大家都多多少少有听说过 有 那主要这三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要去孔子生士之以礼 就是他生前住过的地方 就是孔府 嗯 然后死记之以礼呢 我们一般来说旅游不会单独只去屈腹 嗯 对对对 但是呢 我们这一次就是因为孔子这位圣人的缘故呢 我们就花了大概五六十页的篇幅 在介绍这个地方 就希望大家除了去屈腹旅游之外呢 嗯 能够好好的认识孔子 然后或者是好好的来读一下论语 嗯 好 这个来到这里哦 看一看 呃 缅怀一下当年 呃 孔子也许是在怎么样的氛围之下啊 因为呃 呃 这个天气的变化当然不会太大 对不对 就是在这个地方 想想看 也许是几千年前 孔子对着这个呃 弟子们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时候 哎呀 这个享受到他如沐春风的解说 对 这个真的很棒 哦 好 那这个地方还有什么特殊的呢 就是说来到屈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呃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他过去的这个历史的遗迹吗 还是说当地的这个县市政府 有没有有没有给特别给观光客来规划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 我觉得屈腹除了所谓的观光民生景点之外呢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体会他的整个城市 这个城市的氛围啊 嗯 因为其实呃 如果你向当地人询问的话 他会发现当地人现在的居民有五分之一 还姓孔 哦 对 而且他们的第二大姓是姓炎 就是炎灰的子孙 嗯 对 所以你就觉得哇 好了不起的一个地方哦 就是历经两千五百年前 两千五百年之后呢 所有的人还是聚集在这里 你就可以想象说哦 中国人的华人世界这种家族的观念 然后人不清土清的这种观念 然后经过两千五百年后 他们依然聚集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特色 是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线上呢 来跟您介绍旅读中国杂志啊 呃 九月号的这个呃 很重要的内容 那么就是呃 有关于屈腹这个地方 介绍孔子的故乡啊 呃 为您访问的是旅读中国杂志的资深企划主编 邝介文 而介文刚刚一路开始带我们从这个屈腹地方开始聊起啊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好了 我可能要请介文先跟我们的听众来来说一下 那大家会不会啊 这个呃 因为这一集的杂志也许大家还没有见到啊 那这个会不会因为介绍的是这个呃 很生硬的孔子的学问 所以整个的这个文笔啊 或者说整个介绍内容会不会感觉比较严肃 会不会 应该不会吧 当然不会 因为我当然是之前在企划这个主题的时候就已经有想过了 那一方面呢 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崇拜孔子 我自己念中文系的 嗯 然后觉得我希望我自己自己的一生呢 都能够朝向人意理智信温良恭敬让的方向迈进 是是是 对呢 我一方面很希望把我自己这么多年来读论语 然后读孟子大学中庸的心得来呃 分享给大家之外呢 但是我也希望能够让年轻人也能够认识论语 知道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古板的一些东西 对 所以呢 我们就特别安排了一些有趣的新单元穿插在里面 就说我就想要介绍 让大家想想看说住在孔府里面的人 嗯 他们平常生活一天到底是怎么过的 他们早上无敌要干嘛 下午中午12点要干嘛等等 然后或者是呢 为什么我们现在华人要拜孔子 嗯 然后为什么我们华人很多人 很多伟人最后都会变成神仙 比如说诸葛亮 嗯 或关公 或岳飞 我们现在都会在拜他 是 可是问为什么外国人的神仙呢 好像就非常讲究血统 如果你是人类的话 你永远不会变成神仙 等等诸如此类的对比 我都写在这一期的杂志里面 哎呀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 好这个 所以各位这个我们的早安台湾的听众也好 或者是你是旅读中国杂志的读者也好 说不定哎 这个你可以在读到这一期的杂志之前 你先去这个先恶补一下好不好 其实也不必恶补 因为我这一次呢特别接访了几位比我年纪还小的年轻人 就问他一些你还记不记得论语里面哪些章句 我原本以为大家十之八九会回答说 只记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没有想到每一个人各回答的答案完全都不一样 而且都跟他们自己的生命体验 跟他们自己所学的科系 或者是他们自己现在正在所做的工作有关 比较 哇论语真是无处不在耶 比较常常被你 你得到答案最多的是什么 我记得我以为是基础不欲勿施于人 或是有值有量有多稳 但是呢记得有一次我在跟我同学 在那个网路上聊天的时候 我同学就跟我抱怨说 他自常发生了一些事情等等诸如此类 然后抱怨到了最后呢 他突然由衷的感叹就说 算了不换人知不己知换不知人也 所以我就哇 没想到我们小时候背的东西 到现在还可以拍得上用场 是没错 我想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是有九四先生传 对 你们这些实习生啊 这个有什么好吃的 赶快先来我这个老师吃一吃 不过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题外话 这个多年前有位导演啊 应该是叫成功后导演啊 他还曾经把孔子拍成这个连续剧 而且受到这个当然也是到中国大陆去拍啊 受到非常大的瞩目啊 那么回到台湾来呢 他有找一些配音员来重新配音啊 那当年呢 有幸我曾经被找去配音 那这个这个这个你知道吗 因为能够配这个孔子的弟子啊 其实是予有容焉 那我因为还只是个配音圈的菜鸟 所以呢 我就只能夹到一小小个角色 但是这个角色呢 其实应该讲出来 这个全世界的华人大概都都知道 这个 孔子啊 这个当然都经常会骂学生 但是有一位学生被骂的是最出名 被骂到非常非常出名 那就是呢白天睡觉的宰我 那我就来配这个宰我 我觉得夏大哥很合适 这个宰我除了被骂之外 但其实呢 他也被孔子选为是言语出众的一位学生 真的 对对 因为他里面有分为孔门使者嘛 有些人在政治方面非常在行 有些人在文学方面非常在行 那个这个宰我呢 就评为就是他的言谈非常出众 哦 哎呦好 这个今天这个招文道细死可以啊 我知道这个消息我很高兴 讲到了这个文学的部分啊 当然除了带大家来看屈腹之外 我们先来到这个系叫中国文学系 哎呀太有意思 在中国文学系里面讲的是什么 中国文学系是呢 就教大家一些论语的入门课程啊 比如说我们选了跟论语相关的十个数字 就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那从这十个数字切入呢 希望大家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认识论语 嗯 对对对那另外呢 当然也就带大家去看三孔 就是孔夫孔妙孔灵等等 嗯 但是我们接下来呢 有比较有趣的课程哦 嗯 就是包括餐饮管理系 是 体育系等等 嗯 这个餐饮管理系我希望你好好的介绍 因为我太有兴趣 我要把它列为必修科 是 因为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哦 孔子对于这个礼仪方面非常讲究 是 所以呢 他觉得一般人吃的东西 跟可能王公贵族吃的东西 甚至天子吃的东西是绝对不一样的 嗯 那他那时候呢 我们孔子的后代子孙呢 就特别研发了一系列的孔家菜 嗯 孔家菜呢 也有分好几个等级 那其中最高级的 当然就是交代这个王公贵族 嗯 来享用的这个孔府宴 那我们这次呢 杂志里面也介绍了孔府宴 甚至我们还举办了一个活动 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享用这个孔府宴 有 我知道 嗯 这个听说还到大饭店里面去吃 对 没错 我们还邀请了胡天兰老师来问我们讲解 哦 所以这个 你看这个孔府菜啊 孔府宴啊 事实上 这个 据我所知了啊 因为这么多少年来 几千年来 两千五百年来 这整个的政治体系都是遵从孔子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有关于孔子的一切啊 都完全没有受到打压 嗯 那么也就是说 呃 现在的餐饮的这个文化里面呢 呢 可能孔子菜啊 孔子的这个家宴 或者是卤系的这个 呃 山东简称卤嘛啊 卤系的这个菜色呢 其实是最能保持传统的味道 所以呢 也真的是很值得大家来尝一尝 而所谓的这个 呃 卤菜啊 那么大家来上一上这个呃 呃 旅读中国杂志的网站 或者是看一下他的杂志 你就知道怎么来参加这些活动了啊 好 这个餐饮管理系啊 果然这个很很棒的这个设计 我们这个读完了餐饮管理系 总要到体育系去选修一下吧 对 要来减肥一下 哈哈哈 我需要 然后呢 体育系念哪些呢 其实呢 我们体育系 我们就要去爬一座山哦 非常有名的山 五月里面最至尊的一座山 就是派山了 哦 这个 这个很棒 这个去中国大陆玩 到了这个 呃 北边到了山东是势必非要去不可 对 对 尤其那个这个泰山呢 为什么历代的皇帝都要在这边举行的风扇大典呢 为什么 据说 嗯 盘古当初躺下来的时候 躺在我们的中国的这个 黄土高原上的时候呢 他刚好的头部的位置呢 就正对着泰山 哦 对 然后他的另外四只手脚呢 就是对着其他四月 嗯 所以呢 其实头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一个器官嘛 所以呢 泰山也被这五月当中呢 最选为是至尊的一座山 泰山很难爬吗 会不会 我自己这一次呢 是选择最简便的方法 所以我就是搭了缆车上去 然后呢 再爬一小段到顶 然后是 最后呢 我自己走路下来 哦 哦 对 但其实呢 走路下来跟走路上去各有不同的类法 走路上去呢 可能是你的心肺的那个肺活量要非常好 嗯 但是走路下山的话 可能你的膝盖要非常好 了解 对 这膝盖是很受伤的 就是如果下山的话 好 这个 可是我觉得我看到你们的说明 我心里面最向往的其实就是体育系 你知道吧 你说 你说登泰山 登的不是山 而是一种信仰 是 哇 我看到这样文具 我真的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 真的 因为其实呢 泰山其实 论高度来说 它真的不是很高 它大概1500公尺左右 但是为什么它这么有名 除了盘古的传说之外呢 就是孔子开了这个登山的风气 导致历代文人呢 这些有名的人 甚至皇帝 他们都决定要爬这座山 等于呢 这座山里面被注入了很多中华文化在里头 嗯 了解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线上为您访问的是 旅读中国杂志的资深企划主编 邝介文 请介文来跟大家介绍 9月号的旅读中国杂志 我们介绍的是山东的区附 那么过去曾经我们去过青岛 那么如今再来区附 会觉得哇 这个感觉是更深入 而且在一个一期的这个故事里面 来深入的介绍区附 来深入介绍这个 我们过去所在小学的课本上 所读到的孔子 他是在怎么样的环境之下成长 这个然后呢 他是怎么样周游列国 当然列国不在山东了 那最重要的是 他跟着这72位的弟子呢 在他的讲堂上面 其实呢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当然这文非常非常别出心裁的 把过去他所读到的 论语的这些章节 或者是重要的文句 通通巧妙的安排在 整个的文章当中 各位 我可以跟你讲 这读来一点都不会吃力 反而是有一种 好像你回到了过去 能够真正把这些语句 这些文句 这些重要的孔子所说出来的话呢 就这样子落实在你的旅行当中 这也就是我们去旅行 最重要的一个乐趣了 这个讲到戏剧系 最后这一个戏 来来来来 好好的说一说 为什么是戏剧系呢 其实呢 我们谈的就是季孔大典 对 那为什么是戏剧系呢 其实季孔大典说穿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表演 对 那但是呢 其实我们这次也访问到一位老师 那他对我说了一句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的话 他说其实所谓的祭祀的这个典礼呢 与其说是安慰这个 已经不在的这些仙人 不如说呢 是提醒我们要时时惦记着 我们这些仙人对我们的教会 所以他其实并不是 所谓办给仙人看的 其实反而是办给我们自己看的 我们自己受到感动 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就好像戏剧一样 所以我们这次呢 特别介绍了这个季孔大典 虽然说因为中国大陆历经文革之后 他现在季孔大典的仪式可能并不是那么传统 所以我其实建议大家如果方便的话 今年9月28号就是孔子诞成 干脆就去台北的孔庙 来欣赏一下 真的我觉得台北孔庙的季孔大典 真的是非常传统而且正宗 是 他的这个八义舞 就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虽然我们看到是这个 只是中学生穿戴着这些礼服 在那边表演 但是呢 你知道你去看过一次 你就可以现场感受到 在这个祭祀的舞蹈的时候 他那个庄严的那个氛围 让你会觉得 对 这个你不由得 很自然的就会对孔子 有一种很深远的敬意出来 当然我是建议了 最后这个拔猪毛可以省略掉 因为大家这个家长们真的已经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没有想到这个最后的这个举措 是让很多动物团体去踏伐他 好 这个这一期的杂志 我们介绍的是屈腹 其实上还有很多其他的 这个重要的专题 我们也一并在这边 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好了 我记得上一期 我们在谈这个贵州的时候 其中就有谈到这个 要谈恋爱 旅行怎么能不谈恋爱呢 我当时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心里面这样想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这个标题会不会太耸动了 可是呢 上一期的是张云总编辑 他接受我们的访问 他说 他就跟我讲一句话 这句话真的是让我记到线 他说 诶 夏思平 旅行怎么能不谈一场恋爱啊 对啊 为什么我都没有机会 你少来 你怎么可能没有机会 帅哥一个 一定到处都有人跟你示好啊 是不是 可能是出差时间太短了 应该去远一点的地方 没有啦 你应该要去什么 希腊啦 意大利呀 南欧洲镇啦 对对对 像这种太知性了啦 对对对 下次改进 下次改进 好 OK 当然了 也是要跟大家提醒了 这个旅读中国杂志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也有很多很多的专栏 教大家吃 教大家怎么穿衣服 教大家怎么看中国 教大家怎么去学摄影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专题 那么在旅读中国杂志里面 都可以看得到啊 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非常谢谢旅读中国杂志的 资深企划主编 邝介文 跟大家来聊 有关于这一期 他所负责的这个 去采访介绍的区负 各位 真的一点都不枯燥啊 你可以来看一看啊 大家给他一个机会 他真的不枯燥 对对对 教文谢谢你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